我們準備要起飛回自家哥的時候 然後機長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超時了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跑道上面等太久了 所以呢 我們的機長他又超時 跟上一次一樣 不好意思 我有點感冒 所以呢 他們就要休息 他們就是不能繼續飛回自家哥 所以公司呢 他們現在要找新的兩位機長給我們 我們現在就要等 從達拉斯派兩位新的機長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回到了Hotel 然後呢 今天就是本來應該是要晚上5點6點到自家哥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機長超時 我們現在要變成說 凌晨12點50分才會到自家哥 This is the life of flight attendant 大家如果還有興趣的話記得趕快來報考喔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原來視狀的頻道 今天 我本來沒有要錄這一集的 大家看到我現在要穿著姿子 都知道我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上班 沒有 現在我已經到了我的那個Hotel 我現在是已經在休息的狀態 但是呢 為什麼要錄這一集呢 想必呢 當然是有突發狀況 我才會錄這一集的對不對 這次飛的呢總共是三天的班 昨天第一天 先從自家哥飛到San Diego 然後睡一晚 然後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早上呢 今天中午呢應該是要從San Diego 飛到Charlotte 然後這個班機 其實我本來很不想飛這個班機 因為它是從最西岸 飛到最東岸 就是它的時差 中間的時差 差幾個小時你知道嗎 三個小時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它飛非常的遠 本來的飛行時間大概是四個小時 多飛行時間喔 還不只 還要再從Charlotte到Fortmeyer 也就是佛州的其中一個城市 我們今天要飛出去的飛機呢 比預計的時間 稍微晚一點點 晚一點點降落在San Diego 然後我們就在我們的Gate旁邊等 然後等了很久 後來呢 Agent呢他們就做一個Announcement 就說喔 我們的飛機其實已經很早就降落了 今天塔台叫他們降落在的那個跑道 是不是平常會用的跑道 他們降落的地方要到Gate 中間會有另外一個跑道 起飛跟降落的會用的跑道 所以他們就會卡在那個 起飛降落用的那個跑道的另外一邊 所以他們一直過不來 要等所有的飛機就是CLEAR完之後 我們的飛機才可以跨過那個跑道 大概又等了一個小時 我們就在想說 其實該不會等一下會超時吧 因為畢竟我們要從San Diego 飛到Charlotte 是要飛四五個小時 一不小心的話就是可能會超時 因為機師他們的工作時間 比我們空服員的工作時間 可以再更短 沒有像我們的工作時數可以這麼長 終於登機孔終於打開來了 然後開始 乘客就開始下飛機啊什麼的 然後後來這時候機場就走出來 他說等一下先不要登機 我們想說 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說因為他們要超時了 所以他說不要登機 我們就在機場裡面等 接下來公司要怎麼安排他們 因為我們在San Diego 它不是我們公司的Base 所以我們GD裡面呢 沒有其他就是stand-by的機師可以用 如果今天這班飛機還要飛出去的話 他一定要勢必先從我們的有基地的地方 調機師過來 在等的過程中呢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就在猜測說公司怎麼安排我們 猜的第一個選項就是說 就可能就取消這班班機 也不是說取消 可能就是今天這班就不會飛出去 然後我們就在San Diego 再多住一個晚上 然後呢或者是公司可以先把我們Deadhand 死投我們到其他的城市 再考大家還是什麼是死投 死投Deadhand 這個的意思呢 就是你沒有在工作 你是坐在乘客的位置裡面 但是呢 因為可能公司人員調派的問題 他必須要把你從A點運送到B點 反正最後公司決定就是說 把我們把這一班飛機也不是取消 它就只是delay到各天的早上 對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在San Diego 要再多住一個晚上 所以今天等於說我們今天沒有工作 然後呢我個人呢 其實沒有在San Diego的Downtown裡面在住過 我們現在在這個飯店呢 是在San Diego的Downtown 大家記得我說過 如果要住Downtown的話呢 通常15個小時以上 你才會住在這個城市的Downtown 這一次做的飯店 是公司新家的一個飯店 我覺得非常的高級 因為礙於主員的安全問題 我們不能跟大家洩露我們住在哪裡 後來是要給你們Room tour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是我們叫做高級的Downtown的飯店 房間 OK 首先映霧眼簾呢 就是很高級 很有質感的地毯有沒有 然後你看旁邊我們的右手邊 這個我們的衣櫃 哇 是鋁的嗎 還是鐵的手把 這有什麼好 這有什麼好驚訝啊 打開來 哇就是一個Safe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水 打開我們的另外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Window 跟我們的 就是可以放衣服的 行李箱的東西 好的 你看看我們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是我們的那個衣櫃 你看它外面是一種 竹編織的耶 就是很有特色 蠻少看到這種衣櫃的 這種設計 然後進來我們的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的廁所 我可以講 這種瓷磚 綠色這種 欸 它是凹進去的耶 很有質感 很有設計感 有沒有 我可以講 最近這種綠色的瓷磚 我覺得正流行 中國風的那種竹林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再來我們的 鏡子層面呢 這個是我們的 低美 雖然說今天不用上班 還是很美 哈哈 好 再來看我們的十手台 四台是蠻boring的 有沒有 然後地板呢 就是 嗯還好 然後這個 OK 天花板呢 不是那種老式的 那種popcorn ceiling 可能會說 不會太舊的一個飯店 好打開我們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浴缸 很好 很簡單 來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非常的寬敞 有沒有 空間非常的大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邊的 櫃子 也是這種走一種白色的 金枕風 床呢 應該也是king size的 非常好喜歡 它這個床頭櫃呢 也是那種 木質感的有沒有 木質感 木頭 你有摸過嗎 木頭 很滑 它上面的我們這個 它不是這種壁脊喔 它是這種就是 針織的 有沒有 因為為什麼我說它針織呢 因為它旁邊這樣 旁邊這樣 它旁邊真的有那種毛線 跑出來有沒有 來就是我們的工作的地方 那個椅子呢 就是 嗯 很酷啦 它應該就是那種可以生長的 來這邊是我們的小吧台 蠻少見的 就是它一個工作的地方 然後旁邊又多一個小吧台 這個小吧台 是不是蠻有質感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兩個畫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看書跨腳的地方 來我們看一下外面的景 哇 午安 San Diego 午安 這就是簡單的 room tour 然後呢 明天呢 本來是要從 Foldmeyer 飛到費城 然後再從費城 飛到芝加哥 工作回去 但是呢 現在就是因為 我們的班機的時間大亂 所以明天呢 是從 早上 八點半 起飛 一樣的班機號碼 好我們就是沒有取消 只是把它delay而已 然後 一樣從San Diego 飛到Charlotte 因為第三天的班機已經亂了嘛 所以第三天的班 我們就不用飛 所以第三天呢 我們就從Charlotte 在死頭回之家 更 變得非常的輕鬆 這三天的班呢 其實你只工作兩個班機 就是第一天跟第三天 本來呢 應該是每天都要工作兩個班機 可能222 但是現在就變成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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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瘋掉了 非常得好 然後呢 我在網路上面問了一下大家 有沒有人 Anyone In San Diego 可以跟我出去玩 帶我去吃晚餐 好嗎 可是目前的沒有人回過 本來是我的人氣還不夠旺 看有沒有粉絲啦 會不會有粉絲就是 晚上要帶我出去吃蛋 好嗎 看下去囉 今天就走 因為早上的6點44 然後我的Picca是 7點10分 車子要來接 所以 我只剩30分鐘而已喔 好醜喔 我一定好像在下雨 好了我準備了 拜 好啦 不愧是專業的IPFA耶 就是 30分鐘25分鐘而已喔 因為5分鐘要走下去 25分鐘就變身 搖身一定一個 非常專業 而且帥氣的第一美 嗯 好了 我知道了 拜拜 上班了 上班了 好想呢 今天只要飛一個班 從 San Diego 到 Charlotte 然後第二個班呢 就是從 Charlotte 四通 回去自駕 跟 Let's go Hello everybody 又是我 我又回來囉 我聖誕人 又在 San Diego 沒有 我們的飛機沒有被取消 OK 因為我在看上次的影片 發現我沒有做Ending耶 就這樣子 我後面就沒拍了耶 然後我現在想說 欸 是不是我可以來幫上次那集 拍個結尾 為什麼我現在在 San Diego 因為呢 我們的飛機又被Delayed 就是我發現這個 route 很容易Delayed 所以呢 今天我應該是要從 San Diego 飛回自駕哥 One Lake 一個腿 然後呢 機長他就是從自駕哥 飛過來 San Diego 然後他從 San Diego 把我們帶回去自駕哥 然後在 San Diego 這個地方 又是 San Diego 這個機場 不知道為什麼他很 就是常常會塞車 就是我們前面有好幾架飛機 等著要起飛 然後呢 我們已經push back from the gate 我們準備要起飛回自駕哥的時候 然後機長就說 啊 不好意思我們超時了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跑道上面等太久了 所以呢 我們的機長他又超時 跟上一次一樣 不好意思我有點感冒 所以呢 他們就要休息 他們就是不能繼續飛回自駕哥 所以公司呢 他們現在要找新的兩位機長給我們 我們現在就要等從達拉斯 派兩位新的機長過來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回到了Hotel 然後呢 今天就是本來應該是要晚上 5點6點到自駕哥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機長超時 我們現在要變成說 凌晨12點50分 才會到自駕哥 This is the life of flight attendant 大家如果還有興趣的話 記得趕快來報考喔